Leo聊四季 每日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沙漠之王國冠軍賽 是由Viper對上Hearer 這場比賽是由越南人對上達羅P2人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越南人吧 越南人的話一開始 遊戲一開始就可以知道對方的位置 這個能力在遊牧中非常好用 但是在阿拉伯來說的話 頂多就是讓你不會去撞TC而已 經濟升級還不需要耗費木材 所以他攀一級農一級木 是壓力比較小一點點 那射箭場單位還加20%的血量 讓他的毛兵或是工兵 比較不容易被對方的頭子的時候一發拍死 那這邊技術還是免費的 所以到帝王時代報兵的時候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那他後期可以打騰甲工兵還有這個帝王戰矛 帝王戰矛也是後期相當好用的一個單位 那越南人除此之外 還可以打這個洛馬系列的 而且還有大象可以打 那打中王騎士也是可以的 因為他雖然有三防但是沒有三攻 傷害來說會少一點點 但是騎士有三防來說就是還蠻坦的 有一定的實用價值 那後期的大象 只要點下這個銀罐 恰特拉閃 這個毛巷夫血量加100滴血 可以讓他的毛巷夫高達420滴血 比這個192游俠 血量還要多1倍 那我覺得越南人這個文明 算是比較中規中矩 不管他是要打農還是打強軍師 都有一定的殺傷力 而且後期也變不太弱 畢竟他有這個紫幣技術 那這個紫幣技術 只要每20個伐木工還25個吧 20到25個 冷卻力當伐木工 就會產生以聖物的黃金跳 就會一直慢慢跳上去 那所以到了後期 像打一些經濟場 數目多的比賽裡面 這個越南人 都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而且他這次 上次大改版的時候 紫幣技術本來是需要黃金 現在不需要黃金 讓他點金罐的這個壓力 又更小了一點點 所以越南人算是 這次改版之後 也算是有增強到的一個文明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達洛匹圖人 達洛匹圖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這個毛兵攻擊速度很快 還有這個象弓 都有這個增加25%的攻速 再來就是他生一個時代的時候 都會得到200木頭 那這個200木頭呢 可以讓他早期 按一下這個TC 或者是蓋BK 或者是撒三片田 讓他經濟再更好一點 或是直接盤科技 經濟之類的 都是一個一定的優勢加成 這200木比較小看 200木其實蠻多的 那他這個毛兵跟象弓 就是攻速超快 但是這裡有個問題 因為現在如果達洛匹圖 要打象弓跟毛兵的話 一定會被越南帝王 戰毛給康可 甚至他的臀甲攻兵 都很好收拾 現在達洛匹圖 最強的單位 那如果達洛匹圖 要打對方的毛兵的話 也只能毛兵護丟 或是出頭子車火炮去反擊 跟他的工程器 也是有減33%的效果 那均勻部分是減50% 所以他很快可以頂到 劍兵勇士 然後轉出三級夾三級弓 然後再補一下自己的金冠 這個烏茲鋼 可以無視對方的護甲 所以後期來說 DWP圖有一定的殺傷力 但是機動性不太夠 雖然也可以硬打弱馬 但他弱馬真的太廢了 沒有跑速沒有品種也沒三級防 如果真的搭配烏茲鋼來說 只能算是堪用吧 沒有辦法說 算是一個阻力 那後期還是要打步兵 配戰毛兵 跟相公路線會比較適合他 那這個組合的話 完全都是被月長給 給壓著打的一個組合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VIPER怎麼打 VIPER這邊打了兩棒棒 這邊卡房子 小小尷尬 卡了一下下而已 那先來看地圖 VIPER的地圖 看起來是比較好一點點 這個看起來蠻好味的 比卡亞的來說 好味上一些些 要打分數的話 VIPER的圖 至少60分起跳 那接下來看一下 HELA HELA圖的話 金礦在右邊 這個金礦位置就很尷尬 因為他的木頭是三片 那這一片比較長 這裡很好欸 但這邊的話 這邊就要畫很多資源去圍 那這邊的話 如果真的要圍的話 還要圍大一點 甚至這個金礦圍 圍在 那個遺漏在外面 這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我覺得HELA的地圖 是比Bugger還要更差一些些的 那這邊HELA 哇靠 HELA怎麼點封箭時代了 17P 現在HELA的打法都算是 非常早期的升時代 讓對手棒棒 很容易無效化 你看這個棒棒過來 可能打不到任何東西 就要送掉了 甚至做不到任何事情 連裝甲都不用升 那可以來圍一個 超級小的一個範圍 這邊 直接 抓到一隻羊 這隻羊直接往後走 想要靠TC的箭矢 誤殺這隻羊 但是沒殺到 好 那VIPER平常 如果是碰到對方的羊 都會反過去 但因為這是打比賽 如果反回去 會有打假賽的嫌疑 所以他這邊還是把羊 拉到最遠的地方 雖然升級也討不掉 好 那兩棒棒過來 可能很難打到東西了 這邊又拉了一條防線 這邊封建時代的生號 由於VIPER盤面 升到封建時代的關係 刺猴只有三攻 這邊直接拿到了 刺猴的血量優勢 先升封建時代的刺猴 還有這個攻擊優勢在 所以黑暗已經 把世紀帝國 又打到新的META了 這個遊戲呢 其實很多配置跟戰術 每年都在做更動的 但去年跟前年更動 感覺沒那麼大 那今年呢 我覺得黑暗 又把這個世紀帝國的 配置啊 或是教學 又上升了一個檔 新的檔次 那他的打法 就是一個極限肉馬開局 然後 然後 他的想法很簡單 直接肉馬開局 能打到東西的話 就繼續把這個優勢庫拉下去 那如果對方為死 不太好打的話 那就騙他 出三隻肉馬 然後就不出兵 然後轉農的 那就是最近黑暗很長的 打法 所以我一直看到 黑暗最近打天梯比賽 我一直說 黑暗變了 變得比較偏農一點 以前他都會想要硬打封建 然後打到自己頭破血流 但現在的黑暗他也知道 這個可能硬打的都會有出事 所以就是 不會一直想要 封建時代就是決勝負 好 這邊直接刺猴補下傷害 OK 這邊 VIPER的刺罰 顯然是偏低一點 他的威震 威超小 哇 果然驚慌一溜在外面 那我覺得 可能 如果黑暗拿下冠軍的話 那 世異帝國 全新的META 全新的配置 可能就要面臨新的時代 這個算是世異帝國的奇異點吧 因為以前 黑暗這個想法 我以前也是有跟高手討論過 我就問他說 那 既然封建時代 提導生打極性肉腦比較好 那為什麼每個文明年都不打極限 神封建比較好呢 當時的高手是告訴我說 如果你極限上封建的話 16-17匹上封建 會讓你的肉量 或會讓你經濟不太好 畢竟你上封建時代的村民數 是16-17匹而已 但是對方是20匹上 你的 村民數在生時代這段時間 數量上是輸對手的關係 所以經濟採集量 會比對手爛一點點 雖然這些高手講的也是沒錯 但是 但是好像忽略到了一點 這個神封建時代 可以更早 點下這個一級伐木 一級農田 甚至輪走技術之類的 然後可以更早出這些毛兵 弓兵 或是刺 做一個前壓 給對手壓力 讓對手必須要花更多村民 去圍家 像Viper這樣子 直接大爆圍一波 然後還要出一些兵防守 這個確實是讓Viper 有點害怕的感覺 Viper這邊直接大爆圍 然後還出了這麼多兵 結果Hera 出了三隻刺猴 然後 家裡也按了幾隻兵而已 你看 這裡兵也沒多少隻 哇 這個感覺Hera被騙到了Viper Viper可能覺得Hera一定會打封建爆兵喔 因為以往他的風格 Hera就是封建爆兵打一波 然後再慢慢轉兵 轉這個農經濟出來 這邊Viper看到對方毛兵數量只有五隻 刺猴三隻 他可能覺得 可能是要打強軍士的吧 然後這邊刺猴又送掉 看你們看 Viper這邊按了這麼多毛兵 尷尬了 這些毛兵 會讓Viper上風 城堡時代更晚一點點 因為這個毛兵是需要很多ロード 那弓兵也是喔 而且這邊弓兵 大陸還要考慮要不要點一擊射 兵攻場好了 哇 點一擊射 然後結果 Hera這邊沒有點一擊射 然後只出少量的兵 然後往前 想要 演一下自己想要強軍士的一個念頭 蘇姿他根本沒想要強軍士 人家已經要準備上到城堡時代了 Viper這邊還在出毛兵 哇 Viper真的是被搞到啦 Hera這招打得真的是不錯 確實厲害 很有料 巧妙利用了Viper的這個心理喔 可能說他們的交戰歷史實在太長了 那Viper對Hera的印象一直也都是這樣子的 有沒有辦法 有點算是犯的孩子嗎 這種感覺 就是你一直也都這樣打 怎麼突然不這樣打了呢 這種感覺 那Viper這邊潛壓的話 一定要給對方最大的壓力喔 至少要殺到幾隻村民喔 才可以回本 但是Hera這邊直接防守做得很好 兩根劍塔早就點下了 也沒有猶豫喔 這根劍塔下得非常乾脆 以前他都會捨不得下這根劍塔 現在他都非常捨得 所以他可能知道他的目標 跟打法是什麼 就不會這麼不乾脆了 看這裡超乾脆一根劍塔立起來 金礦直接守住 好 Hera這邊點下城堡實在 哇 我看一下Viper的資源量 可能要到50%至60% Hera的時候才可以點下城堡實在了 這樣實在差距就非常的遠 這邊單位也沒送掉也是繼續在繞 看可不可以攔截到一些過來資源的兵 但是都沒有 這邊Viper沒有把兵送出去 放在家裡而已 好這些兵可能要直接戳爆 這裡可以補個4級喔 他應該還沒下4級吧 對還沒有下 這裡補個4級感覺是不錯的 欸欸你真的不幹嗎 剩下補到100點了 30 18 14 1 極限蓋4級 這是什麼東西 一定要玩這麼嗨的嗎 好 Hera點下了一級 弓兵鎧甲 然後城堡實在 點下 還有一級農 Hera點下了品種 還有戰毛兵的升級 那現在Hera有時代優勢 但兵的數量並不太多 欸這邊低調4級喔 這邊要補什麼 BK嗎 補在這個高地嗎 好補一個防止而已 好 好 2級射點下 哇 直接打一個戰毛 配赤猴的路線 好 擴騎士 感覺不錯 因為他這邊在升血量了 欸 騎士不按嗎 有按嗎 喔有有按 他說騎士應該這時候就要按了 以他這個打法來說 這裡不按騎士 就沒必要點那個品種 好 這邊直接做一個圍死 這邊上去 戰毛兵有很大的優勢 這邊工兵沒辦法升級 二級射也沒有好 先補下戰毛兵的升級 奴兵升級按不下去 好這邊可以開始補一些騎士出來 這邊要稍微圍死會比較好 好 戰毛兵的研發還有50% 第一隻騎士過來 欸這邊射到VIPER的農民欸 哇靠 這一村直接被脫掉 這邊偷射一下刺猴 熟掉一隻 好但現在還沒升級好 欸 他戰毛兵怎麼取消掉了 欸 重新研發一次 然後這裡有洞 哇靠 這裡爆炸欸 完蛋啦VIPER VIPER 這邊這個 這裡還有個洞 趕快補一下 嗚嗚嗚 極限極限 怎麼辦 你城堡實在生好這麼久 但是卻沒有戰毛兵 沒有戰毛就算了 也沒有奴兵 黑狼應該覺得很納悶喔 欸為什麼沒有 這個是 是不是VIPER按錯啊 他剛剛50% 然後重新研發 反正上面這個射箭場在研發 怪怪的 哇這個旗子直接開砍 好這邊直接用拳套開扁 完蛋更多落馬更吃囉 然後這邊一定要搜村 上面已經搜村了 這邊也要搜 兩邊都搜村 VIPER的經濟直接爆炸 哇我的天 這邊只要搜村 VIPER就會落後黑狼很多 這個洞可能要再補一次 這個把它遞掉了 好補房子 OK來幾補一下 這裡趕快用戰毛兵輸出 把對方的戰毛換少一點 自己趕快生好這個奴兵才行喔 因為戰毛兵打 騎士傷害是很低的 一定要靠奴兵的傷害去補 好這邊還有騎士繼續流進來 偷偷打了幾隻村民 VIPER第一次用村民反擊 讓這隻殘血村民活了下來 好下方這邊有一些戰毛兵應該是可以換得贏 好這邊直接放棄控制了嗎 直接圍個兩個 好這邊騎士出不去 工兵直接射掉騎士 毛兵直接互換掉 看起來這邊是VIPER優勢 但實際上不是喔 他的經濟分數一定是落後於HERA這邊的 我們來看經濟就知道了 經濟是直接領先稍微50分左右 待會應該直接破百了吧 待會直接會拉開蠻多的我覺得 好輪著技術補向 好分數開始飆上去了 好直接領先100分囉 看果然拉上去了 好村民術但是HERA只是領先一吋而已喔 但軍事上來說 軍事上來說好像VIPER並沒有非常落後 但是對方騎士一直在出喔 這邊要小心一點喔 工兵還是要多按一些 才比較能擋得住對方騎士爆 好 HERA這邊沒有開TC 農田反而撒了很多 直接暴農 好 在高地蓋了一下投車 高地投車給的壓力 心理壓力是非常大的 很容易高打低喔 直接投包一堆的戰毛兵 或是一堆的奴兵喔 有點類似不會射箭城堡的存在 高地工程器製造所 好 MIPER這邊看到HERA這邊慫了 這邊慫 然後這邊繼續把兵往前派 然後自己要開TC 果然 MIPER最喜歡這樣子喔 兵往前壓 然後對方慫的時候就開TC 然後偷偷開農 3TC HERA呢 HERA沒有農 HERA還在爆兵 還點一擊攻 好 這邊繼續歸自己的騎士數量 但是 好像沒有肉頭給VIPER看到 好 VIPER可能 知道對方騎士有一定的數量 但是 並不知道他出到這麼多了 好 這麼多 攻兵直接在這邊 那這裡有一根箭塔 可以稍微鎖住 這邊再超5個S 應該是可以 好 HERA這邊不管VIPER在哪裡 直接往前壓 好 這裡五個修道院 這裡我覺得還是要趕快 圍死比較好 好 上房被射到一個箭矢 直接回家 HERA應該是看到 VIPER的部隊在外面 這時候家裡一定很空虛 直接前壓 好 這裡有一隻奴兵在那邊 嚕嚕小小 好 正面硬破門 哎呀殺進來了殺進來了 出事了阿伯 阿伯出事了 怎麼辦怎麼辦 工程機制造船 還蓋不起來 完蛋 投車也走進來 先拆TC嗎 還是要先拆修道院 好 戰寶兵去投下奴兵 先拆右邊TC 上方工兵回家 哇這邊回家 會不會被包抄阿 好這邊稍微抖動一下 騎士直接往後拉 直接追著跑就可以了吧 因為這裡的奴兵 雖然是不多的喔 好騎士直接抓掉了 後面出來的僧侶 好這邊有11隻的騎士 好直接追得出去 現在有二防 抵抗箭矢能力非常好 好正面 毛兵直接正面高打低 把這些奴兵吃光 沒有什麼問題 後面騎士繼續追擊 Viper這邊非常難受 這坨工兵看起來是要送光了 直接失去抵抗 直接讓黑拉原地開砍 騎士吃光這些工兵 好這邊聰明直接反擊 想要阻止對手拆TC 投車砸一下沒有砸到預判位置 完蛋再來投車也沒辦法繼續攻擊 換不掉 換個一發 哇靠直接往前走 躲掉了這個投車的傷害 11隻騎士直接衝進來 好像會尷尬 因為他現在沒有身重裝長槍兵 是沒辦法擋住這些騎士暴 現在學道院也沒有了 可能還要再補個修道院嘛 在後面 但是這樣騎士進來的話 修道院可能也沒用 因為只能招一隻騎士而已 意義不太大 只用弓兵有點偏困啊 好黑蘭這邊騎士雖然非常多 十三隻騎士 就這邊稍微收村 這一波先進去看一下 萊姆在搞什麼鬼 他這邊很謹慎耶 只用少量的兵進去喔 後面主要部隊還在後面拆建築物 好這邊抓到幾隻騎士 戰毛兵直接在TC下面 硬反擊的這些奴兵 好這邊看到下方還有TC 村民好像蠻多的 這時候黑蘭可能預判喔 VIPER的村民都在偏左邊喔 確實是這樣子沒錯 所以超多村民都在左邊 36層 右邊村民數只有17而已 好 這一波小軍隊進來偵查 感覺做到蠻多事喔 好這個工程器知道說 可能要被拆掉 好 右邊蓋一棟城堡 這棟城堡蓋的位置 還可以吧 這個 沒有辦法 蓋這個位置 感覺是必要的 畢竟要守住自己的石頭跟黃金喔 好 黑蘭這邊直接在TC下開打 TC只能塞15個人 沒辦法進去TC裡的村民 只能原地拿全套 扁這些騎士 哇感覺有點尷尬 這邊騎士非常的多 直接在TC下圖村民 MAP的村民數算是領先 82層81層 村民數一直在瘋狂下降 好 第一個TC說是村民也不理他 下來更多騎士 繼續砍村民 MAP直接要被打殘了嗎 剩下76層 村民數要越少 完蛋啦 黑蘭 哇 不是是BIP 黑蘭沒有完蛋 完蛋了 是BIP BIP聰明數變成持平69層 直接打出了拒絕 哇 BIP這邊太難受了 這樣一定有觀眾會覺得說 欸為什麼BIP3TC不轉長槍兵啊 對主要是因為他並不知道 黑蘭這邊是單TC開打的 他這邊TC後來才補下的 直接強軍式開打 然後自己3TC開農 然後3TC開農的後果就是 肉量不夠多 沒辦法頂下重裝長槍兵 那這邊也只是給對手壓力 所以他這邊要去挖更多石頭 去來防守 結果城堡蓋好 蓋這個位置也沒辦法鎖到 主要經濟村民的位置 這邊村民反應是比較多 卻沒有城堡可以讓村民躲 讓自己村民直接遺漏在TC外面 讓對方的二級房的騎士 直接硬砍掉一堆 而且這邊騎士還有一個細節 他只要點下異攻之後 砍村民只要四刀 如果沒有點異攻的話 要砍到五刀 所以這個是黑蘭已經算好的一個細節 那我覺得 黑蘭這邊 算是有打一個心理戰吧 就是城堡時代 本來好像是要急速上風 上城堡時代打3TC開農 打出這個村民差距 結果他上城堡是打強軍式 封劍也是急速上封劍 然後結果急速上封劍 也不是打強軍式 也是稍微出兵 然後開始轉農 感覺 Viper有點被誤判到了 所以如果 Viper沒有偵查錯誤的話 或是知道黑蘭要幹嘛的話 他絕對是不會3TC開農的 而是雙TC開農 然後直接轉出一堆長槍兵去防守 這個騎士保的路線 那我覺得是 Viper這邊偵查 沒有到非常OK的關係 那黑蘭這邊也是非常謹慎 一直讓自己騎士 在家裡一直晃來晃去 然後他們在上城堡時代出席 這個騎士一直在這邊走來走去 就是有點這個想法 就是覺得我現在要囤一下騎士 待會直接打個一波 等你3TC開出來 槍兵讓我們下去 我這邊還有戰毛兵跟投車 讓你槍兵更難出來 直接的一個策略想法 直接讓 Viper的一個防守 跟濃濃的時機點 有點錯估的感覺 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是由 Viper拿下非常多 但是食物輸非常多 食物至少輸了3000肉 3000肉是非常巨大的一個數字 雖然經濟其他是贏了1000 但輸了3000肉是非常誇張 黑蘭這邊也是打得非常漂亮 而且這邊實在是很早 8分25秒 越南人 然後城堡時代也是 19分 你看這個時間差距 Viper就是明顯落後一些了 那黑蘭這邊是超級厲害的 上次時間非常早 所以我才說 黑蘭有可能 這次打完冠軍戰 就會改寫世紀帝國的歷史 這也是世紀帝國的奇點經發生啦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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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完